牧羊犬在一年内猎杀三体狼,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气质?仔细看这条拥有高加索血统的牧羊犬,它肌肉发达,线条流畅,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硕大的头部,这不仅意味着它拥有惊人的咬合力,而且配合其锋利的拳齿,展现出威猛而又不失憨厚的特质。 实际上,这条牧羊犬是一条四岁的成年雄性,作为狗群中的领袖,它无疑在群体中占据着领导地位。 与我们熟知的普通砍高犬相比,它的体型更为庞大和强壮,作为羊群的守护者,这条牧羊犬的战绩卓著,仅在去年的冬春两季,它就成功猎杀了三匹狼,第一匹狼的猎杀发生在山上。 牧民突然发现它的狗朝山坡一侧跑去,没有意外,应该是狼来了。 山上的狼很多,并且就在不久前,村子里的一匹马就被狼猎杀在荒野。 不过牧民并没有去支援它的狗,因为山上树林茂盛,牧民担心可能还有其他的狼对羊群构成威胁,并且狗和狼的速度很快,它徒步根本不可能追上狗。 一个多小时后,狗返回,牧民在它的身上发现大量与狼搏斗的痕迹。 狗不停地舔尸伤口,显然在与狼的搏斗中它也受伤了。 幸运的是,防狼项圈的保护让它未受重创。 牧民从狗嘴上的血迹判断,它可能已经猎杀了一匹狼。 狗最重要的一点,因为它消失了太长时间,至于第二匹狼,是在中午时分,牧民在山谷放羊时,突然发现它的狗不见了。 当它意识到可能有狼出现时,战斗已经结束。 在小溪边,牧民发现了它的三条牧羊犬,它们蹲守在堤坝上休息,守护着它们的战利品。 被狗猎杀的狼就躺在小溪里,狗子们则表现得一脸淡定和从容。 在这次猎杀行动中,领头犬几乎没有受伤,这可能是因为它们采取了团队作战的策略。 关于第三匹狼,是在一天晚上,村子里的狗不断朝山上吠叫,显然又有狼来了。 尽管如此,牧民依旧没有前去支援,因为夜晚山路崎岖,而且仅凭双腿,它也不可能追上狗。 第二天早上,根据其他狗的指引,牧民来到现场,发现它的狗正在保护自己的战利品。 在狗身上,牧民几乎没有发现伤口,而狼的腹部却被撕裂了一条大伤口。 由此可见,狗利用体型优势迅速扑倒了狼,并在狼反击前攻击了其最脆弱的部位,迅速结束了战斗。 树林中传来牧羊犬的惨叫声,狗遭到了狼袭击。 时间来到早上,牧民一上山就发现了异常,他的牧羊犬表现得十分警惕,不停嗅着一些地面痕迹。 树林中可能存在一些东西,牧民紧张说道,狗沿着山坡树林快速移动,牧民则从山脊快速追了过去。 据牧民解释道,这里是狼的领地,当他们在山谷空地放羊的时候,狼经常在山脊观察他们的羊群,随时准备从山上下来抓他们的羊。 在山脊上,狼的事业很好,几乎很少有什么能威胁到他们。 果然不久,牧民在山脊地面发现了一些狼魔爪子的痕迹。 而且据牧民说,就在前几天,他的朋友阿里从这里路过,也和一匹狼不气而喻。 狼在发现他后,迅速逃进树林中。 这个地方糟糕透了,四周全是树,而他的牧羊犬都去追狼了。 因此,牧民急需带领羊群下到山谷的开阔地,因为树林中如果存在狼, 他将毫无办法。 没多时,牧民又在地面发现一些新痕迹,是狼狩猎时留下来的。 牧民不确定这是狼抓羊留下来的痕迹,还是他们和牧羊犬爆发了冲突。 就在牧民疑惑之际,在对面山坡传来了牧羊犬的狂吠声,牧民立即生圆了他的狗。 不过,由于树林茂盛,牧民并没有发现什么。 就当牧民以为这只是虚惊一场,山谷的狗叫声再次传来。 牧民迅速折返,一条在树林中警戒的牧羊犬在树林中遭到了狼的攻击, 他的牧羊犬在听到同伴的叫声后急忙前去支援。 牧羊犬的狂吠声越来越激烈,只可惜这一切都发生在树林中,牧民无法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他急忙后退,这样以便他能看到对面山坡一些空地。 如果狗追着狼出来,他将拍下画面。 牧羊犬的惨叫声很快从树林中传来,毫无疑问他遭到了袭击。 牧民急忙再次声援他的狗。 但可以肯定,狗群的加入一定让牧民长出一口气。 就在牧民疑惑之际,犬肺声开始移动,牧民急忙闻声而动。 在对面山坡空地,牧民发现了他的狗。 他急忙将画面给到山坡树林中的空气,他的牧羊犬正在追击狼。 不过在树林中,我们并没有看到狼的身影。 这可能是因为狼移动的速度很快。 当牧民将画面给到对面山坡树林时,狼已经借着树林掩护逃走了。 不过牧民的牧羊犬并没有放弃。 他们在地面嗅着狼逃走的痕迹,继续追了过去。 牧民很快在树林中失去了狗的踪迹。 为了避免狗追得太远,牧民尝试换他们回来,显然这是徒劳。 坎高犬在发现狼后变得更加疯狂。 他们追着狼消失在山坡树林中。 牧羊犬追狼的行动一直持续了很久。 牧民在下午的时候点青羊的数量后,便决定赶着羊群先一步回家。 狗在得不到支援后会自己回来。 这一等便到了下午时分,追狼的狗终于回来了。 牧民在三条坎高犬身上都发现了搏斗的痕迹。 还好他们都佩戴了防狼项圈,狼并没有对他们造成致命伤害。 不过狗应该没有抓住狼,在他们脸上牧民没有发现狼的血迹。